好 这么快就到了 这孩子 加油 这孩子 快让外婆好好看看 傻孩子 可不能学人家减什么肥 壮实点 奶奶 您舅舅不懂了吧 这叫骨感 这才美呢 快点 你真不要了 小伙子 谢谢你啊 来来来 我来哪儿 不用 我来吧 舅 她是我朋友 爸 您笨死了 人家不仅是咱们村的 还是咱们家的 奶奶 家梁姐给你领外套女婿回来了 你说什么呢 雨天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外婆 这个是我舅舅 你好 她呀 我是她妹妹明星 外婆好 舅舅好 明星妹妹好 你也好 奶奶 你看姐夫叫得多甜呀 这下您再也别用担心 舅阳姐晚上没有人给她噎背了 就你能说回答 我们回家说吧 走吧走吧 我走啊 走走走走 这车走了多少时间 谁走得走 你看 好 辛苦吧 爸 快出来呀 我舅阳姐回来了 舅阳回来了 舅阳回来了 舅阳 舅阳 舅阳辛苦你了 舅妈再辛苦 那也不辛苦 舅 都进屋吧 周医师 妈 瞧您问的 咱教养姐带回来的人 能是什么人呀 心心 您好 我叫赵雨天 叫我雨天女孩 哦 雨天 快 进屋 先进去洗把脸吧 走 我带你去 走 娇阳 陪你外婆好好地聊聊天 她做梦都念叨你呢 孩子她爸 我们进屋包饺子去 走吧 今天晚上好好地庆祝一下 你有做年糕啊 是啊 你呀 从小一见这个 就流口水 我跟你一起坐 好 来姐我给我洗洗脸吧 好 别这么叫啊 我都看出来了 其实你有点喜欢我姐 只是一直都还没有追到我姐 别担心啊 我挺你 不过你得给我讲讲你们模特 平时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好啊 你想知道什么 所有的一切啊 比如说那些女孩子们穿上高跟鞋 在操场都怎么走路的 是不是这样 没事吧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怎么像踩高桥一样啊 这算什么 我们有的鞋跟啊 这么高 我们都讲得很贴高 那要是不小心在台上摔跤了的话 那不丢死人了 丢人算什么 我们有的还摔伤摔断骨头呢 感觉这还是高位职业啊 幸好我没像姜恩姐那一高个 哎呦还知道我疼啊疼死我了 娇阳啊 你可得跟外婆说实话啊 屋里那小伙子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没有啦 我们只是好朋友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的事啊 我人老了也看不懂 外婆呢就只想告诉你 这选男人呢 就像我们乡下人感激买东西一样 没买以前呢 你可以随便的挑挑拣拣 买完了可不能后悔扯皮啊 自己的决定那是一辈子的事 晓杨啊 你好好问自己 是不是真心喜欢她呀 她对我很好 但是 可你 没她喜欢你 那么喜欢她 对不对 这人这一辈子 总会遇到一个人 为了她 要死要活是要活要死 要睡觉吃饭干活 什么都不踏实 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 心里还通通直跳 看着她的笑容呢 心里什么忧愁都没有了 晓杨 屋里那小帅哥不是这个人 对吧 哎呦 外婆不傻 你脸上笑得再开心 外婆也能看到你心里难受 有时候吧 能让你一辈子千尝挂脱的 不一定能陪你走完一辈子 好了 差不多了 我走 这生粉啊 你要不是用木锤来回用劲的倒 它就是一堆吃不得的生粉 只有一线线的锤 才能把它变成有嚼头的年糕 这人也是一样啊 谁不摔根头就学会走路啊 要紧的事赶紧爬起来 你说外婆说得对吧 外婆你再给我点时间了 DNA报告已经出来了 由你来把它打开 通过对四个不同位点精英结果的分析 蔡仁彪和李珍生物学亲缘关系的可能性为零 所以可以排除是李珍亲生父亲的可能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爸 我没有对不起 不然 不是 我为你这个只是手 你不得不重要 对不起 我只能够 我不得了 是 我多数 乱 你不得了 我 请你 我 什么 去吧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叶 叶 我进 叶 赵全 小镇长大了 我准备正式把传奇交给他 你听到了 也会高兴的吧 这杯酒是爸敬你的 你要是在天有灵 就安息吧 叶叶 传奇是您和我爸的新鲜 我一定会尽全力把他做到最强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小镇 男人要成大事 必须要下得了狠心 要懂得放弃很多东西 好吗 吴董 这次你能果断地解决那些感情的纠葛 说明你成熟了 不过 这才是刚刚开始 以后你的路还很长 很长啊 吃饭吧 吃饭吧 外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看你这头发还是这么黑 连个白的都没有 那是你没看见 我这头发染过了 你以为外婆不懂啊 这岁月不饶人呢 白头发也藏不住了 人老了 焦阳啊 也不知你还能给外婆洗几次头 外婆你别这么说 你身体这么健健康康的 一定会等到 我当外婆的那一天 那时候我不成了老妖精了 你看你说 哇 这个太帅太帅了 我已经搞错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 时装周 时装周啊 天哪 怎么长这么帅呢 星星 你不是说好 帮我追你姐的吗 这 这个嘛 怎么 说话不算数啊 帮倒是可以帮了呀 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什么条件 给我老公当蛋狼吧 这个 怎么样嘛 没问题 真的 那大大 你不要反悔啊 保证不反悔 现在 干什么啊你 这怎么行呢 我不管反正他答应我了 奶奶走 我带你去得罢去 不是你干什么这是 我带你去得罢去 加油 来跑啊 快快你走了 我不得罢去吧 你真的答应做星星的伴郎吗 是 怎么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哎 知道什么呀 我旁边这两位 丁杜和林普林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之前也是传奇的员工之一 希望大家合作起来 会有更多默契 还有这位 党皇妹老师 他将加入传奇的设计部组官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希望新的团队 能有新的气象 大家都能团结起来 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意 勾心斗角 搞些也没有意义的内耗 好 叔叔 我们在开会 有什么事吗 别误会 我只是想给几个旧部下 道个别 可以吗 诸位 这些年 传奇在我的带领下 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一直承诺 要把传奇推向一个高度 结果没有做到 在这里 我向大家正宗的道歉 李总 这个不能怪你越来越来越 不 我是执行总裁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 我想告诉大家 李珍是我的侄子 过去大家和我 对他 都有些误会 对他的工作 不理解 不支持 对吗 叔叔 今天我过来 就是希望大家 放下这种心态 还像过去一样 认真积极地工作 支持李珍 推动传奇的事业 你们能做到吗 李珍 好好赶 用你的实力证明给大家看 你有能力做在这个位置上 叔叔今天来 不是来捣乱天麻烦的 说实话 我现在 都是得解脱了 这都要谢谢你 好好干 诸位 再见 李总 李总啊 这里的布置太老套了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 很不错的设计师 重新装潢一下 把这里这里 好好地布置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放一个 大鱼缸啊 吉利 我都看好了 有一款漂亮的不得了 我送给你 不用了 这里都不用变 这样才会随时提醒我 不要再犯 跟以前主人一样的错误 这个 你跟了我半天 其实是想问我 怎么处理模特经济部队吗 就算是吧 我来跟李总汇报工作 是应该的 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 从来不爱记仇 只要传起模特经济 运转得好 什么都不用变 是 是 都说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就知道 你有这个大量 你先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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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美女 我们来接新娘了 等一下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这个给我来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实战 这是为了 这手套 规矩都记清楚了吗 要在十五分钟之内 从房间里面找出 红枣 桂园 莲子 花生这四样东西的包包 才可以包走新娘 都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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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走吧 帅哥来了 怎么回事 干什么 大帅哥 他们没跟你讲清楚规矩啊 你呀的赶紧找了 不然 我们可要不停地抓你的脸了 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个 现在后悔也晚了 赶紧的吧 赶紧的 故事的远行 哎呀 你怎么会动呢 我找到第一个了 你找到一个最好 你找到一个最好 接你 接你的手 让浪漫随行 你就是我 最美的风景 繁星自作多情 为我们欢迎 不用别人证明 我找到第三个了 好 好 犯规了犯规了 我们宣示了 犯规了 犯规犯规 没有 没有犯规 犯规 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就想想想想 我们就不要再洗我们新男子了 好了不要闹喊 这回听我老太婆的 新男子快接新娘啊 好了快快接新娘走吧 快走啊 接新娘走了 来来来 接新娘走了 看你这张脸 你现在知道 当败郎的滋味了吧 原来你老家风俗是这样的 我们去 你 赶紧洗个脸吧 我们有多美好 我们有多美好 两位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谢谢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 付出再多代价 我也愿意 现在愧疚的人是我 我到现在还不能 阿福 给你看这个 并不是想给你压力 咱俩情况不一样 但是你记住 我会一直等你的 我 我是不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啊 如果不是我 你根本就不会离开传奇 更不会和你的爸爸闹得那么僵 虽然我比不了 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温莎公爵 可是此时此刻 我能体会他的感受 这些年 川崎就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闹得我焦头烂了 也忽视了其他美好的事物 阿福 我应该谢谢你 自从你的出现 让我感觉到 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美好 工资生产预展情况 基本上是这样 账面上早已经是负数 而且还欠了不少外债 账面上的漏洞和亏空 都是日积月累留下来的 恐怕不是这么好解决的 川崎现在显然是一头伤痕累累 奄奄一息的狮子 只要经过适当调养 养精蓄锐 他一定会再站起来的 也一定会比之前更强壮 你放心 这些问题我会一步步解决的 你先回去吧 可是 有些事情 真不能等我们慢慢解决了吧 别担心 我会抓紧 那好吧 我先回去了 那好吧 我先回去了 你接着说 好 大体上 公司的亏空就只有这些 不过您放心 我正在酝酿一套整体经营调整计划 你很快就会看到效果 只要逐步 把几项主要关键业务做起来 公司一定能摆脱亏损 重新引力 嗯 你先考虑成熟慢慢酝酿 好 相信 你能做好 谢谢爷爷鼓励 不过 你说的事情 仅限你我之间 对其他的人一律保密 知道吗 明白 包括齐山 知道了 来 愿意教你怎么下中国象棋 现在的年轻人啊 对中国象棋已经很陌生了 可他们不知道 这小小的棋子里啊 包含着怎么做人的道理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呢 客户的好几笔款都没打过来 我现在给人开工资的钱都没有 哪有谁给你 你有困难 公司现在也有困难 是不是 好了就这样 我再跟你联系 什么玩意儿 一个个就知道超市的要钱 江经理 李总 您总算回来了 恭喜您啊 您现在是老大了 应该多多照顾我吧 干脆 把风尚病到传奇算了 风尚最近怎么了 哎 现在生意不好做呀 都几个月了 接不到单子 简直的心思根本不在公司 忙着他家那一堆烂事 维维安三天两头出国度假 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这帮模特 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 刚才是谁打来的 还能有谁 乐瑶 他的钱我早就提前预支给他了 可他还要借 他借钱干什么 他爸病友加重了 做手术什么的 哎 可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 哪管得了这些 你说是不是 你这是送给病人吃的 他现在病得这样 吃不了那些东西了 这么严重 你不知道 你是他什么人啊 他这时候没有儿子 你是他女婿 我是他以前一个朋友 你这朋友有一起 他在这儿住这么久了 根本没有人来看他 平时啊就他一个女儿 自己伺候也真不容易啊 无亲无有的 身边就一个女儿 女儿年纪还那么小 听说是当模特儿的 看样子也增不了几个钱 到现在 连他老爸的手术费还没宰够 不说了不说了 你等多少钱 手术费用是六万八千五百 加上之前欠下的医药费 一共是七万两千三百四十五 在这边刷十万 多出来的留着最后备用金 好 不用了 麻烦你把单据 留给病署的家人 好的 你来这儿干吗呀 该不是坏事干多了 遭报你得绝症了吧 我来办点事 你算着着 把谁送进医院 还是找到可以利用的傻叉来 乐瑶 请你 你订婚那天事我听说了 我懒得去 焦阳姐实在太没用了 要是换了我 就算不当众狠狠扇你几个巴掌 也要把你做的丑事公之于众 好 对不起 我是驾驶号成乐金宝的家属 那个 手术费可不可以先拖欠一下 不用了 你们赶紧找医生安排一下手术吧 你把这个单子交给医生就好了 什么这是 费用都已经结清了 这个是备用金的收据 上面还有几万块钱呢 应该够手术之后的费用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过去那个男的不是你家属吗 他已经把费用都结清了 爸 对不起 我真是个废话 连治理的钱都操不到 跟窝囊的事 我居然还用那个家属的钱 给您做手术 爸 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等你病好了 再使劲骂我吧 爸 醒了 这儿 把今天新开的药吃的啊 小cribe 开心吧 啊 经得起来 谢谢 这 signed 这个又是进口的 很贵吗 or 贵什么呀 我们公司 反正我又红了 出厂费可是大腕机的 以后要不是进口药啊 咱们就给倒了 快吃吧 就算有钱 你得守着点话 模特那好 万一哪一天用 这事你就甭管了 放心交给我吧 把我生病这段时间 把你给装过苦了 看你憔悴多了 什么呀 我这是赶场闹的 趁着现在当红啊 多捞点 背着咱以后 吃相子喝辣的呀 别宽我心了 我心里都明白 我这病要再拖下去 非把你累垮不可 爸爸以后年纪越来越大了 不知道还能活到什么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 照顾自己啊 爸 你再胡说我打你手心啊 哎呀 老爸没胡说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老爸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啊 你的丫头心底好 可性子急 嘴巴不饶人 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呢 不要这样 以后老爸不在了 没人跟你撑腰了 爸 你再说说我先急啊 邓小姐 你父亲的手术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后天中午 一会儿你去我办公室一趟 我跟你写一些 手术前要注意的事情 好 谢谢医生 手术 她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 就是您的 后天中午 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少丫头 你可不能干卖肾之类的 这啥事啊 爸你想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特红 随便借个代言 投款就好几万 手术费算什么呀 这么多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我们瑶瑶终于又出头了 就是 爸你放心吧 我现在是大人了 以后呢就由我来照顾你 你可要乖乖听话啊 好 简直 我们离婚吧 好 好 好 realmente 我今天是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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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啊 看来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呀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 风尚现在业务少了很多 模特们也不愿意续约 李秉和简直也没有这个心思干下去 再这样下去 只早是死路一条 不如河滨到传奇去 把模特进进这块重新做起来 也好啊 真日行做久了 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新鲜感啊 还是交给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才有希望 咱们这样吧 除去你那部分股份 风尚 整个大包交给传奇 这个数 怎么样 周董真的是太大方了 我李真也不是爱占便宜的人 不过五十万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不 不不不不 再加一个零 五百万 没错 没错 这怎么可能 风尚现在只剩下一个区可 再怎么样也到不了这个数字 李真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也不想坐上传奇老大的位子 传奇这么大的价业 偷区五百万还不跟玩似的 你怎么还在这儿像买菜老太婆似的讨价还价 这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这个价钱绝对不可能 对不起 也许我今天过来不是时候 这样吧 你考虑一下我们再约时间 这点小价都不舍得偷 走着瞧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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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作业 听我妈妈跟你说 你的报告 我们现在可以确诊你患了乳腺癌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平时生活很健康的 我也很注意保养 我们从来不拿病人的事情开玩笑 不过你放心 你这个肿瘤呢 是可以治愈的 真的 是的 我这样 我这样 姐姐妈妈让你过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 尽早地帮你安排手术的时间 手术 为什么不是吃药啊 做激光什么的也可以吧 你对这种情况 必须做手术 切除一次乳房 这样才能防止癌细胞扩散 切除 你是说 你要接触我的 你一刀杀了我吧 我是坚决不会接受手术的 李小姐 你冷静一点 你对这种情况 已经是很值得庆幸了 那医生 我求求你 有没有别的办法 只要不开刀 任何的治疗手段 我都能接受 我很能忍受痛苦的 说嗯 有效果 但是这种塑造就是 你不能继续 就那么热 身体很高端 有效果 准备 你的身体 那却是積弃的 准备到这种区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